好了 回來了 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讚、訂閱和分享 有些事情都要回應 本來不是打算講這些話題 本來應該講其他話題 不過我看到 這東西太遠 他說 高通裁員應對華為 其實高通裁員只是高通中國裁員 高通裁員在上海傳出來說會裁員 分析說 華為有5G麒麟晶片 在2024年的時候 高通之前是出賣晶片給華為的 華為的訂單就沒有了 傳聞是這樣的 其實這個問題 不關華為的事 為什麼我說不關華為的事呢? 現在傳聞是裁員 在無線業務研發部門 這個無線業務研發部門 為什麼他一定要撤呢? 其實這個跟拜登的政策是有關的 這個不是因為華為出來 有晶片他就收皮 不是這樣 你也要明白 那麼 媒體報出來 就是這樣的 就是高通補償的員工 就是N加4 資深員工就是N加7 沒有三倍封頂 那麼他財員賠的錢是肥雞餐 就是高於行業的平均水平 那麼 高通他有回應到的 他在21日的時候有回應的 他說因為宏觀經濟和需求環境持續不確定性 公司預計就要進一步採取調整 所以你說是不是因為華為 你只能說華為是其中一部份 但其實主要是大環境 你現在留意一下一件事就是 安卓手機是否賣得好呢? 其實這兩年的安卓手機也是賣得不好的 所以三宿他們減價減得很厲害 你留意一下 之前我在節目中說過了 那麼 高通回應是怎麼說呢? 他們說 計劃正在制定的 預計主要措施就包括裁員 不過市場存的大規模裁員 或者關於閉辦公室 撤離上海 這些說法全部都誇大旗詞 現在存的就是上海研發中心 但是這個上海研發中心那裡 主要的問題都是跟拜登的政策有關的 之後 還有消息說出來 高通裁員不只是在研發中心那裡 是整個中國區都可能會涉及的 那麼高通在中國裁員 其實 你說它是因為華為 這個是言過其實 為什麼言過其實 因為 高通近這兩代的晶片 都是有些不太妥的東西 應該是這樣說的 對上那兩代 現在這代就OK了 對上那兩代的問題是挺嚴重的 搞到有些人買了那些機器 結果就不太用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東西 因為有些過熱 熱得太離譜了 有些情況是 因為他們的晶片 不是用台積電來製造的 而是用三宿來製造的 當然他自己高通 他自己沒有晶圓廠 那他當然要找人做 他找三宿做的那批東西 是很有問題的 找台積電那批就沒什麼事 這個差不多是確認了 那高通在中國大概有多少人呢 有五千人 高通的財報 你要回顧一下 高通其實失敗了 不是一年了 他在第三季的時候已經甩了東西 即是華為還沒推出 他已經甩了東西 他的營收是 在今年第三季的時候 是84億5千1百萬 是去年同期跌了 對比起去年同期跌了 跌了8,023 為何我一看到台積電 立即可以說到這件事 因為這件事我是看過的 因為有些人在國內 吹說 高通被華為打到要裁員 不關事的 人家很糟糕 人家根本整個高通都很糟糕 根本就不只是面對華為的衝擊 其實是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聯發科 它的天璣 Dimensity 它那個系列的晶片 它出貨的量是 比高通厲害 其實是 高通只剩下高階旗艦 只剩下僑龍 現在只剩下8 Gen 2 之前是8 Gen 1 再之前是888 所以你如果跟我說 是華為打殘它的話 不是 打殘高通的其實是聯發科 你現在留意一下大陸的中端和低 在中档 我不要說中端 中端太容易誤會了 中档和低档機 很多都是用Dimensity 是用聯發科的天璣 聯發科當然是台灣公司 其實 高通的大問題就是 它的淨利潤是暴跌52% 即是現在 手機市場根本是低迷的 它還要被聯發科夾擊 當然 麒麟強勢回歸 對於高通來說 是不是更加不利 當然是 但是 真正打殘高通的 是台灣公司 聯發科 這就是現實 為何我之前說 那些人開始買手機 不買那些旗艦機 因為旗艦機越整越貴 旗艦機 老實說 如果在千... 對不起 我不應該這麼說 是在一萬元鬆跌 即是在一萬元鬆跌的範圍 是可以的 那些人是會買的 但是現在的旗艦機 有些是去到一萬多元的 是脾氣的 一過了港幣一萬元的心理關口 其實在其他地方 就是千多元 千多元美金 一過了千多元美金的心理關口 其實是不肯買的 其實是 現在有些旗艦機 去到... 就是... 過了千五元美金的心理關口 一過了千五元的心理關口 就... 那些人是不肯賣單的 這是現實來的 那... 那... 花花後半機 不再買三星 其實花花後半機 就問了一個問題 那些人的心理關口 其實那個... 顯平 和我的機身 正常來說 是不會有空隙的 但是... 這個印度做的 傳聞 就是有些空隙 即是比較大的 應該是比較大的 應該這樣說 正常來說 空隙是從小到看不到的 但是印度做的 可以塞一張紙 等等 那些... 那... 那... Franceberg就說 中階就出了... GEN7... 不是GEN7 是7GEN1 還是什麼鬼的 還是7GEN2 我忘記了了 他以前就是775 那些... 775G 那些... 但是... 中階那些 被大Man City打殘了 他怎麼出都沒有用 聯發科 即是... 他們那個晶片 是不是很厲害 他們不是 不過... 不知為什麼他們... 即是... 我的理解 就是... 他們... 跟那些... 即是... 做... 中低端機為主的手機商 舉個例子 就是小米 那些... 或者OPPO那些 他們那些... 現在的關係很密切 因為你留意一下 OPPO、VIVO 他們用很多聯發科 即是... 他們除了... 旗艦用... 高通之外 其他... 全部換掉 都不用高通的晶片 全部用... 聯發科的晶機 即是MTK 那些公司 Media Tech 聯發科就是 想一條的態度就是 高端機 一般人用不了太多功能 其實... 有時候是告訴別人 自己走在時代尖端而已 其實... 現實就是這樣 其實有些事情... 市場是改變了的 你說是... 華為搞到它收皮 那我就老實說... 不是啦 這是言過其實的 說華為搞到高通收皮 高通... 其實... 有些事情是很糟糕的 即是... 2022年的時候... 高通有六成的營收是來自中國的 你說如果其他... 手機公司可以買到... 即是... 其他公司出品的... 即是旗艦晶片 或者索性不買了 索性就用... 這個... 聯發科 這個不是不可能的 即是聯發科最快的晶片 不夠... 囂龍勁的 是差一點的 不過... 很多人都夠用的 我認為是... 即是現在的市場是改變了 現在是改變了的了 那如果... 2024年... 沒有了華為的訂單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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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損失慘重的 因為... 估計就是... 這是估計的 即是... 這個... 高通賣了... 兩千多萬粒... 這個... 這個... 梟龍... 晶片 比... 這個... 華為的之前 估計就是兩千多萬粒至... 四千萬粒 實際數字不知道的 但是... 那條數是大的 所以... 一旗輪出來... 它是... 少了生意 這個... 差不多可以百分百確認的 但是... 但是... 是不是... 因為這件事... 弄死高通 我告訴你 不是啦 高通... 它... 其實... 它是預計... 在中國那裡... 它的業績是會顯著... 跌下來的 沒有辦法的 這就是... 中美之間關係不好的 其實... 雙的都是美國公司的 這是... 沒有辦法的 他們自己... 其實... 美國的商界 其實他們知道的 他們有遊說 美國政府不要搞制裁的 他們不是沒有遊說的 他們有遊說 美國政府不要搞制裁中國的 但是... 美國政府為什麼不理呢? 就是因為... 其實美國的媒體 他們和政界做的事情 就是不斷宣揚一件事 就是中國威脅論 不過是交替地做的 這個... 我休息一會回來說一下 現在... 其實... 大家在市面會看到什麼 在外國市面會看到什麼 今天... 我稍後再說 休息一會回來說一下 為什麼... 這個... 中國威脅論 中國崩潰論 這麼有市場在外國 以及現在... 究竟在西方流行什麼論述 這些可能是很悶的話題 不過我會說一些給大家聽 我們現在在外國見到的 休息一會 休息一會 很多事情 都在西方方中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